在长相思的花絮中,杨子和邓维就经常不好意思对视,害羞的表情经常出现,当中杨子的举动就更好磕了,一直以来杨子开朗的性格都会和男演员相处愉快,哥们的相处方式,但是这次大家似乎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,在花絮中杨子虽然也逗邓维,却多了一些小女孩的意味,多了几分娇羞,就连杨子的老粉都说,从来没有看过杨子如此害羞的样子。 在综艺中,邓维和谭剑刺重现长相思台词,杨子想弥补剧中向柳的遗憾,选择了谭剑刺,邓维马上心痛地说我,可是17啊。 杨子马上就上前捏了邓维的衣袖安慰他,还说我可以两个都选吗,在乎的心态一眼就能看清。 当中最让CP粉表示,磕到了的是杨子和邓维丝滑的食指相扣,如果不是平时就牵手的人,这手可以牵得这么自然吗,简直让人磕声磕死。 难怪可以让磕了肖战杨子三年的网友出坑,实在是太甜了。 话说肖战和杨子这对CP,在去年可以说是全民顶流夫妇,有人说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才是他们的售后,生活中三年以来的两人的经历,和每一次同台。 都让人感叹,两人都是在19年爆火,之后合作了余生,两人也因为性格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之后肖战经历了220期,被全网网爆。 杨子是当时唯一一个点赞他不许需要应援微博的人,之后肖战差点离开娱乐圈,就连参加综艺节目都是被一剪没,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的星光大上。 也据说只有杨子愿意和他一起上舞台,八秒红海,三声加油,让他们许多CP粉类目,之后两人二次登顶微博之夜,再次成为Queen和Queen,肖战的三次提群摆。 也是他第一次,目前唯一一次帮女明星提群摆,跨年夜肖战的第一句新年快乐,月位站在杨子身边拍照,两人之间的极限拉扯,让网友觉得肖战肯定是喜欢这个女孩的,再加上去年爆出的摸头杀照片,和共用一辆车的新闻,让网友磕到了极致,两个人不管人品,还是事业都是非常相配的。 可能男演员眼镜拉丝是标配吧,看着如此相配的两个人依旧没有走到一起,肖战的粉丝和杨子粉丝更是陷入了几年的互相攻击中,只要有他们两个人的新闻。 就有争吵,可能也是这种辱骂的氛围,劝退了很多人,所以余生结束后,很多人慢慢开始淡忘,但是两人微博之夜的再次合体,激起了全民科CP浪潮,三年了肖战的身边一直是杨子。 只能说,他们之间的玄学已经脱离了剧情,不过即便有种种玄学,两人依旧没有走到一起,今年双方纷纷以一人单身,单身小杨来表示两人没有走到一块。 再加上两方一人互相攻击,言语太难听了,把柯唐的氛围完全打破,反而邓维那边因为聚播的原因,双方粉丝十分和谐,甚至在邓维的抖音下都快成为杨子的相片秀场了。 大众已经很久没有经过这样好的追剧氛围了。双方还如此和谐,实在难得,也难怪邓维可以一举上位。 之前我觉得,他们或许有可能走到一起,因为有一些甜蜜的细节给出了这样的示意。 说实话,他们几次同框直播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他们在现实中所展现的互动。 邓维回北京的行程也让我感到震惊,我本以为他们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。 实际上,很多人都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,然而,自邓维从北京回来后,我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。 首先他换掉了手机壳,虽然我并不认为手机壳可以代表什么,但至少这种改变意味着事情发生了变化,他们几乎没有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微博上互动。 而且,杨子自己发的几条微博明显地避开了数字时期,我又默默地分析了一下。 我认为邓维是一个温柔的男孩,有点像中央空调。 比如在云秀行中,当李一同被雨淋湿时,他拉着他躲避雨水,或者在开玩笑时,这种轻松愉快的交流方式在工作伙伴之间也很常见。 虽然我们认为工作时应该保持严肃和认真,但在娱乐圈,大家都是普通人,谁能把握住戏中戏外,真假之间的界限呢? 这很容易导致某些混乱局面的出现。 杨子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象,也是因为多次被与其合作的男演员粉丝伤得很深,因此,他擅长掌握分寸。 然而,邓维毕竟刚刚入行,现在又刚刚走红,肯定会有人试图利用他。 长相思的爆火一下给娱乐圈带来了三个新鲜血液,尤其是妖警党在一众CP中杀出重围,在剧粉中呼声最高,邓维也一下脱胡入顶流。 人气高涨,有网友说,邓维的出现一下让他出了肖战和杨子的CP坑,磕了三年的一对CP,瞬间瓦解。 杨子那么多年的荧幕情侣,只有这个最让人上头,毕竟谁不爱温柔体贴的夜视期呢? 眼中有活,心中有小妖,别人都是旅店,只有我是家的图山景。 而且还有网友辟了杨子和邓维的照片,发现两个人的照片放一起。 毫无违和感,简直可以说是共用一张脸,妥妥的夫妻相,难怪网友磕得上头。 更加有网友在邓维评论区里称呼他为国民男友,毕竟杨子这个国民度,大家看着长大的闺女,谁成为他男友都会流量加持,直接上一个台阶。 何况距离剧外,两人都十分般配,除了外貌上的相似,网友还用放大镜解析了两人的综艺,你好星期六。 当中,杨子和邓维的粉红氛围,真的是一出屏幕了,没有像其他剧那样,特意的炒作CP,展现亲亲抱抱举高高,只是正常的对视,不经意的害羞,就让网友磕生磕死。 综艺中邓维变身丁漆狂魔,全程都静静地看着杨子,还在一开始就宣誓主权,介绍自己是小妖的男友,暗戳戳的意味十足,在玩三人战力的游戏中,杨子一句害怕,原本已经爬上高台的邓维,马上跳下来帮杨子扶住圆台,担心的心态异于言表,怕跳跃的时候伤到杨子,几次尝试都不成功。 最后无奈只能让大舅哥献上,这种小心翼翼的心态从剧中延续到了剧外,您看陈都灵之前曾与他产生过矛盾,现在他的粉丝们看到邓维火了,开始制造真人CP并炒作,而下一部戏他还是男一号,女一号还是一位知名演员,去年和吴磊一同被炒作时,他们的CP风头甚进,如今邓维自己也处于风暴的中心。 作为杨子的普通粉丝,我要坦白说,在邓维参演的几部戏中,只有杨子没有利用他或攻击他,他甚至在直播中多次帮他解释,我要先表扬一下邓维。 他化妆时非常辛苦,还曾中暑,却仍坚持工作,展现了极高的职业素养。 杨子作为前辈,他对他真的很好,给予了很多帮助,并且非常关心他的情绪,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感动。 虽然我不知道邓维怎么想,但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女孩,我肯定会追求他。 但男人和女人的想法不同,即使被感动,也不一定能发展,成为爱情。 而且邓维自己还处于上升期,所以即使喜欢,也可能不会像陆寒那样勇敢。 此外,杨子又不容易追,之前经历过渣男伤害,所以很有可能。 在之前,他们可能有互相好感,但现在邓维与图山景和夜时期的角色越来越疏远,所以估计他不会主动追求。 邓维和杨子又很忙,邓维还要提高自己的演技,投入到下一部戏中,慢慢也就淡了。 这两位明星各自在演艺圈有着卓越的表现。 邓维以其深情的演技和颜值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,而杨子则以多才多艺和灵动的形象备受喜爱。 他们的合作在剧集中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,也令观众们深深陷入了这对虚构情侣的故事之中。 但是,当绯闻开始出现,让这段桃色绯闻变得备受聚焦,人们开始不接好奇, 这对明星情侣是否会像吴奇隆和刘诗诗一样成真。 吴奇隆和刘诗诗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娱乐圈中的经典,从合作到相恋,再到最终的婚礼。 他们的感情一直都备受关注,这让人们对邓维和杨子之间的情感也寄予了期待, 希望能够看到一对明星情侣的浪漫爱情故事。 邓维和杨子是否会走向婚姻? 最终的答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,无论结果如何, 他们的恋情都将成为娱乐圈的一段佳话, 也让人们对真爱和幸福充满了期待。 绯闻和猜测只是娱乐圈的一部分, 而明星们的真正感情生活则常常隐藏在美光灯背后。 无论邓维和杨子的恋情最终如何,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, 祝愿他们幸福和顺利。 或许,有一天, 他们将会像吴奇隆和刘诗诗一样步入婚姻的殿堂, 也或许, 他们会选择各自前行, 不管怎样, 让我们继续支持他们的事业和爱情。 愿他们的未来充满光彩和幸福, 这便是娱乐圈中一个充满期待的故事, 一段明星恋情的追逐。